有什麼好誠心啊 你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對於媒體詢問回應口氣並不友善 戴著口罩外套帽子拉到不能再低 將整張臉全遮住 他是潮思彈案中 關鍵人物之一潮思的負責人秦玉俏 二十四號遭到檢方約談 漏夜徵訊最終兩百萬元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包括續產會會計 也以證人身分來到北檢 後頭跟著的穿白襯衫戴黑口罩的男子 是量財公司負責人之一王朝輝 兩人對於媒體追問一路都沉默不語 回顧超私進口巴西蛋案件 在二零二三年陸續爆出超私疑似是一人公司 拿了高額不住進口雞蛋 後續還有笑其問題 檢放二十四號依照圖利等罪限 繽紛多路搜索相關單位約談九人 導案說明 現任農業部動保司副司長 十任的續產會執行長陳忠信 也被列為被告送到北檢附訊 整起案件目前總計約談 親民被告兩位證人 除了超私的秦玉俏 另一間關鍵公司量財的負責人 林依龍則以一百萬元交保 量財的零姓員工三十萬元交保 至於續產會的專員吳俊達 因為貪污治罪條例五十萬元交保 其餘三位被告兩位證人 都是無保請回 而曾被檢察院點名全案關鍵人物 秦玉俏的女兒吳玉菲 人在國外沒有道案說明 時隔一年 檢方動起來展開偵查 要儘快將超私拔錫彈爭議 查個水落石出 華視新聞李明慧 翁清皇 沈利潤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蔣欣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